世界上最强的毒枭能有多恐怖 收买军队 攻陷国家司法部 凭借贩卖毒品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竞选总统连杀三人候选人 他就是出身哥伦比亚的全球第一毒枭 巴伯罗·埃斯科巴 有人说他十恶不赦 让人家破人亡 有人却评价他是疯狂的天才 是剑职美国的战士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传奇的一生 贫苦出身 1949年 这位未来的世界富豪巴伯罗降生在哥伦比亚 没有天降异象 甚至那天的哥伦比亚和平常没有任何的不同 巴伯罗就这样平静地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 哥伦比亚并不是什么富裕的国家 这里甚至充斥着饥荒和流浪 巴伯罗的降生也并没有给家族带来幸运 年轻的妈妈给巴伯罗讲述 他曾经的父亲是如何赚钱的 通过糊弄有关部门走私酒水赚了不少钱 巴伯罗家里也是在他祖父去世后才落魄起来的 可能小时候的巴伯罗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赚钱的门路很重要 贫穷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不幸 年少的经历为他选择贩毒这条暴力之路奠定了基石 不得不说 很多时候贫穷就是滋生罪恶的温床 巴伯罗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 赚钱是他唯一的追求 他在13岁的时候就立下誓言 如果30岁的自己还没有赚到100万比锁就自杀 不过他确实非常强大 17年的进度还没有走完多少 人生的小目标就已经达成 白手起家被封为可卡因之王 在巴伯罗十几岁的时候就做非常缺德的生意 倒卖墓碑 那时候规模还不大 几乎全靠自己 但混黑社会人脉是非常重要的 在做黑色生意的过程中 巴伯罗结识了很多人 慢慢的走上了自己祖父的老路 说到这里 我就不禁疑惑了 难不成犯罪真的会遗传不成吗 巴伯罗开启了自己的走私之旅 他偷盗绑架什么都做 心狠手辣的同时又思想活泛 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走私威士忌的时候 为了避免被查到 他把威士忌装在棺材里 然后假装扮丧事 成功蒙混过关 后来又走私电视机和其他商品 大大小小的卡车来往于哥伦比亚边境 边境一派祥和 仿佛他经营的是什么正当生意一样 生意越做越大 他胆子也越来越肥 发现了一枚更加赚钱的生意 那就是贩卖可卡因 这对巴伯罗来说 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他没有不做的道理 说干就干 巴伯罗在弄清楚了 可卡因的利润之后 开始专攻毒品贩卖 这一块的生意 他建造工厂 开设专业化流水线 高薪雇佣化学专家 培养属于自己的贩毒团队 提取出高纯度 受欢迎的可卡因 他完善分发和运输的路线 甚至为每一批毒品编号 并且可以送货上门 采取到负的形式 现货直接结清 现金直接互换 双方都是直接用卡车交易 到最后 钱多的都没地方放 他靠着倒卖可卡因 赚了300亿美元 在20世纪中期 这可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直接把他送上了 福布斯排行榜 成为世界前七名的富豪 不仅如此 他的生意还越做越大 直接垄断了全球 一半以上的可卡因生意 被称为可卡因之王 虽然不是什么好名头 但他确实当之无愧 形势嚣张 惹来众怒 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穷人被金钱束缚 有钱人被欲望驱使 巴布罗赚了钱之后 欲望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有钱的独销 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 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庄园 里面的玩乐设备 一英俱全 场地面积达到了5500亿亩 可供1700名员工居住 这么说吧 《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 也就几十亩 而巴布罗的纳布勒斯庄园 却有大概三万多亩地 奢华程度 大家可以自行想象 巴布罗为了更好地 经营毒品生意 也可能是为了营造人设 他为大量的 哥伦比亚居民建造小区 让他们免费居住 给学生们建造工艺学校 资助球队踢球 总之就是 坏事做尽之后 又想为家乡做点贡献 在昏庸无能的 哥伦比亚政府的衬托下 巴布罗直接被烘托 成为一个真正的慈善家 和伟大的领导者 他的野心也一步步暴露出来 他收买政客 步入政坛 以一种极其嚣张的姿态 踏入了议会 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包装得太好了 但他在上层政客的心中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最后 巴布罗更是直接叫板 哥伦比亚政府 这个总统 他是非当不可了 虽然巴布罗的野心 如同当年的司马昭一样 早就是路人皆知了 但这话一说出来 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了 哥伦比亚政府的很多政客 都按捺不住 蠢蠢欲动的心了 一位名叫拉拉的总统候选人 更是直接指明 巴布罗是个毒贩子 打破了民众对巴布罗的滤镜 巴布罗身败名裂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派人枪杀了拉拉 二十多名保镖 守护着拉拉 但刺杀者 只骑着一辆摩托车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杀死了这位可怜的候选人 美国正面迎战巴布罗 巴布罗当不上总统就杀人 哥伦比亚不想放过他 抓住了贩毒集团的证据 多达几十卡车 本以为这次能将巴布罗绳之以防 但在绝对的资本和武力面前 一切都是放屁 巴布罗直接收买了M19游击队 冲进哥伦比亚司法部 将楼里的人全部击杀 放了一把火 把证据烧得干干净净 哥伦比亚彻底明白了 光凭自己的实力 根本收拾不了巴布罗 于是他们求上了美国 巴布罗在杀害了拉拉之后 又在大庭广众之下 击毙了下一位候选人 并且四处抓捕 从政官员的子女 他所领导的麦德林集团 直接从贩毒组织 变成了恐怖组织 美国政府也终于 有理由介入巴布罗事件 哥伦比亚政府和美国商量好了 准备把巴布罗引渡 搞到美国去坐牢 美国一出手就是大动作 1983年 美国直接派了5000多名士兵 十多架战斗机 搜索追击巴布罗 但巴布罗潇洒离去 连一根毛都没被美军碰到 巴布罗随后对美军 展开了疯狂的反扑 毕竟已经是恐怖分子了 也不差这一次 杀几个人也是杀 巴布罗坐拥四万金兵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不仅可以尽情地暗杀美国高官 还能动不动炸毁政府大楼 1989年11月21日 一颗照明弹照亮了纳布勒斯庄园 美国和巴布罗的战斗再次打响 最后以美国击杀100多名毒贩结尾 巴布罗还是逃了 美国对此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当年的巴布罗实在太猖狂了 美国人吸毒的不在少数 而巴布罗掌握了这些吸毒者的命脉 还为此沾沾自细 在公开场合 树立自己反美斗士的形象 他宣称 哥伦比亚人民终于拿起了反美的武器 我们面对美国社会2500万的吸毒者 不需要负责 哥伦比亚民众把他奉为神明 但美国政府一直为此耿耿于怀 这次好不容易能抓住机会 将这个黑帮土匪灭掉 美国人能不尽心尽力吗 垂死挣扎 枭雄末路 哥伦比亚和美国政府两面夹击 终于让巴布罗心力交瘁 巴布罗决议和哥伦比亚政府谈判 但这谈判可不是平等的谈判 而是手里捏着哥伦比亚高官的命脉 以此要挟总统 不过他的要求也算不上多过分 甚至可以说是自己退了一步 巴布罗表示自己万分的想念家乡 坐牢可以 但是要在哥伦比亚自己修建监狱 其实巴布罗的小九九 我们很容易就看明白 自己给自己修监狱 那和修大官员有什么区别 去美国坐牢才是真的完蛋了 哥伦比亚政府迫于压力 只好答应了 于是巴布罗在自己修建的豪华监狱里 过上了逍遥日子 甚至还时不时打个电话 监控一下毒品的生意 但这已经是巴布罗最后的快乐时光了 因为美国还没有放过他 美国不甘心自己的辛勤努力 就这样白费 更不愿意再看着大批量的可卡因 都从这个家伙手里流入自己的国家 于是一直注视着他的动向 在巴布罗越越后 更是全面监视 甚至不惜启动当时最高明的监听和搜索装置 来寻找巴布罗的动态 巴布罗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 直接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 商量生意的事情 美国直接找准了定位 派人冲了过去 1993年12月2日 双方展开了火拼 巴布罗身中三枪 倒在了血泊当中 一代萧雄 终究落幕在枪林淡雨之中 第二天 巴布罗的葬礼就在麦德林举行 上万人为巴布罗送葬 民众高唱国歌 在巴布罗万岁的呼喊中 银制的棺材缓缓前行 带着巴布罗彻底完结了一生 银制的棺材缓前行